这几个问题啊非常重要 所以说咱们现在要来讲的是一个基于物品的一个系统过滤了 现阶段的这个推延系统啊 我们用的更多的还是基于物品的一个系统过滤 用这样一个过滤啊 咱们在进行计算的时候啊 就能解决一些上述的问题 比如说现在呢 我有三个用户啊 一个用户A 还有这样一个啊 有这样一个ABC 那对于啊 我现在三个用户来说呀 对于这样三个用户啊 我还是对三个物品就打翻了吧 只不过说基于物品的系统过滤 我计算的是什么的相似度 计算物品和物品之间的相似度 咱们之前不是A和B计算 A和C计算吗 计算用户和用户之间的相似度啊 现在我变了 我要算物品和物品之间了 比如说这个物品A 我先算它跟物品B的相似度 再算物品A跟物品C的一个相似度 找出来了哎呀 物品A和物品C更相似 那是不是可以把物品C的推荐给用户C啊 就是这样一个计算方式 相当于啊 咱们相似度计算的方式不一样了 整体的一个流程啊 还是类似的 那咱们这个基于物品的一个性能过滤啊 它肯定有一些优势吧 没优势我们也不可能去做这个事 首先第一点就是说 它的计算的性能是很高的吧 因为呢 通常情况下 咱们用户的数量 是远大于物品的一个数量吧 对于一个对于一个淘宝来说 它这个用户数量 或者说美团啊 大众点评啊 一些什么啊 一些其他产品 就是你物品数量虽然大 但是用户数量远远是大于物品数量的吧 这个是通常的一个趋势 所以说呢 咱们基于用户计算量比较大 基于物品来算 就更简单一些吧 因为这个物品 咱们可以对物品再打标签吧 咱们来想 就是说 你用户啊 就是一个新用户来了 你想对一个用户打标签 不是那么容易吧 但是就是你想用户进来说 注册一下 你喜欢什么东西 喜欢这个 喜欢那个 让他打一些标签 那我觉得这个用户是 根本都不爱勒你 直接跳过就完事了 咱们普遍的一个心理就是 登录最好你不让我注册啊 能让我试玩才行的 咱们最好把这个注册环节都省略了 所以说你让用户啊 就是给你打这些标签 不太可能 只可能的情况下呢 就是说 让你自己去收集一下 哎呀 这个用户喜好什么 慢慢给他打标签 但是啊 对于这个物品来说就不一样了 比如说一个商家 想商家一个物品 他是不是说要把这个物品啊 详细的打标签啊 这个比如说靠注册有啥了 比如说这款鼠标吧 他是不是比这个商家 你说这个东西属于电脑后材的 添加一些搜索的关键词 然后再添加他的一些规格啊 型号啊 辣把气糟的一堆东西都显下来了 所以说你物品能利用的信息啊 要比人多的多吧 那咱们在基于物品 进行一个相似度计算的时候 咱们说人的时候 我是挨个计算 那物品 比如说我现在这款鼠标 是不是我找到鼠标那个圈子 计算它跟鼠标的 或者说跟计算跟电脑耗材 其他相似度就可以了 光计算自己圈子的就可以了 是吧 所以说呢 咱们在做这个基于物品的 行动过滤的时候啊 这个优势是非常大的 咱们这个计算性能啊 是很高的 通常计算量 要远小于基于用户的 这样一个行动过滤啊 为什么刚才给大家说过了 然后呢 物品还有什么特点啊 物品不善变吧 一个物品来之后啊 就是说 今年它 我说这个鼠标 它是一个电脑耗材 再过个一百年 这个东西 它还是个电脑耗材吧 还不会变吧 但是跟人不一样啊 人可能喜好发生一变化 物品之间 喜好基本不会发生太大变化 所以说 物品是并不善变的 咱们可以啊 就是基于物品 先计算个相似度 然后把它围固成一个大表 给它保存起来吧 先离线去做这个东西 然后在线上 我们再做推荐吧 先把东西计算好 然后再去做推荐 这个性能啊 是比较高的 所以说呢 咱们在用这个基于物品 做行动过滤的时候啊 这个优势啊 还是蛮大的 那举个例子吧 就是基于用啊 基于咱们的一个物品 做行动过滤的时候 咱们是怎么去做的 比如说啊 现在咱们一个大表来了 就是有一些电影 现在我有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电影 然后还有十二个用户 十二个用户啊 可能对六个电影当中的 其中的某几个啊 都做了这样一个评分项 比如说这个用户一 评论了啊 给这个一号 三号 还有六号电影 分别打了一个分 然后这样三号user 也分别打了一个分啊 四号五号六号 都分别打了一堆分吧 打完一堆分之后啊 我现在就可以计算 这样一个东西 就是说 打分完了啊 我们就来看一下 比如说啊 我现在对于 第五号用户来说 对于我们的一个 第五号用户来说 我想知道 他喜不喜欢 这个第一类电影 我们看这有问号啊 就是说 我想把问号的 这样一个值 给他计算出来 这个值 他我想看 比如说 这个值计算完了 我说他是大于3.5的 可能是喜欢 我给他推荐一下 小于3.5的 我说他可能不喜欢 我就不给他推荐了 那这个东西怎么办呢 很简单啊 还是按照咱们之前的 一个策略来啊 第一步要干什么 第一步要计算 一个相似度吧 选择一个 可以计算的相似度标准 比如说 咱们就选 那个皮尔森的相似度 这回咱们只要 把这样一个大的矩阵 就是这样一个表 拿出来之后 是不是所有的一个值 你都拿出来了 有了所有的值 拿出来之后 你想 你想去计算 任何相似度 都可以计算出来的吧 比如说 咱们选那个皮尔森相似度 不是取值范围 从负1到正1去见上吧 正1是正相关 负1是负相关 算呗 首先 咱们基于物品 就是1和2 1和3 1和4 1和5 1和6 这样一个去算 首先看一下 后面就是计算结果 第一个结果 1.0 说是1和1 1和1自身 肯定是一致的吧 所以说 他的一个皮尔森 他是等于这样一个1.0的 然后我跟2去算 跟3去算 跟4去算 我都可以去算吧 算完之后呢 我就都可以得到 他的一个相似度的一个指标吧 这些呢 就是我的一系列的相似度的结果 然后啊 咱们在这个拿数据之后啊 我可以先做一个处理 就是说 通常情况下 我们是这么做 咱们在做这件事之前啊 可以先把数据一个预处理 就是说 我对于每一个 就是说对于每一个电影 或者说对于每一个人来说 咱们就把电影来说吧 对一个电影来说 我可以求出来 他的一个均值吧 那我们用每一个用户 可以减掉这样的均值 是不是也可以的啊 或者说对于一个人来说 对于一个人来说 我也可以减掉一个人的均值吧 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可以进行 这样一个卷均值 就是说 消除啊 一些就是一些差异化吧 让他的一个结果是更趋近于一个 就是更去更客观一些吧 咱们进行这样一个减均值 使得结果 然后呢 计算他的一个相似度吧 现在相似度 有的等一 有的得负的 负的可能相似度不太高吧 有的得正的 有的得负的 都是 编络完 一个一个去计算 相当于是计算一个KG0 算完之后呢 我就找吧 谁跟他相似度最近啊 负的就不考虑了 怕死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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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有0.41 这有0.59 谁最大呢 0.59最大 0.41 其次吧 那我们找出来了 现在有两个电影 三号电影和六号电影 跟我比较类似 我们现在 比如说取个预值 我说 哪两个 或者说取相似度 是大于0.4的 或者是指定一些 其他指标 这时候大家都会 自己指定 那我最终啊 不是想预测出来 这个问号 等于什么吗 那这个问号等于什么 R51 就是第五个用户 对第一个电影的 一个预测的 一个评分值 等于什么呢 我们可以啊 把这样一个 0.41和0.59啊 相当于是我们的 一个权重的 一个参数 一个权重的参数的意思啊 就是说 我们来看 0.41这个相当度 预测了2分 0.59的 预测了3分 那因为这个 0.59更相似 所以说 我可以把0.59 当成是我的一个 就是当成是我的一个 权重值吧 在这里 我们就可以用 0.41 对应的位置乘2 加成0.59乘了3 最后啊 再除上这样一个 他们的权值的和吧 因为这块 乘上了一个权值嘛 那最终啊 我是不是得到 这样一个结果 等于2.6啊 那这个问号 值等于多少呢 我们可以暂且 把它认为啊 是我们推荐出来了 它是约等于2.6 那2.6可能小于 我之前的一个 3.5 那就不做推荐了 这个呢 就是啊 我们基于一个值 来进行一个预测 预测完之后啊 我们就可以考虑 哎呀 到底是要不要 推荐这样一个东西 那这个啊 那这个就是我们基于物体的一个行动过滤啊 他是怎么去做到 然后啊 咱们现在讲完了行动过滤当中的两种方法 嗯 然后我们来讲这样一个一个问题啊 这个问题叫做一个用户的一个能启动的一个问题 用户的一个能启动问题啊 就是说这个用户比较新 那怎么办呢 对用户来说啊 我没拿到他的一些信息 哎呀 那我怎么推荐啊 无论是基于用户的 还是基于物品的 哎 咱们有点都很重要 这块 咱们在做这个基于物品的一个行动过滤的时候 我们是怎么做呢 咱们计算强烈度的时候 我是说我这个物品A有一些属性 物品C有一些属性 然后拿属性之间计算强烈度吗 是没有吧 咱们不是物品A有任何属性 对我来说 我不知道 不知道也行 对我来说是没有用的吧 我们看的是什么 我们看的还是这样一个评分 这样一个指标吧 我们计算相似度啊 不是说计算物品A和物品C 内部属性的相似度 还是看它跟用户之间联系的一个相似度吧 咱们相似度啊 就是永远都是这么算的 是跟物品内在属性是没关系的 咱们暂时都不去算物品内在属性 咱们只是啊 把它和用户联系在一起 所以说呢 对于一个用户能启动问题来说啊 无论是在基于用户的 还是基于物体的来说啊 它都是存在的 所以说怎么办呢 能启动 用户比较新 新来用户新注册的 或者说新的一些东西来了 哎呀怎么办呢 咱们可以做一些事啊 引导用户表达出一些属性 数据平台去做分析 用户的注册属性 或者最简单的方式 给他推荐排行榜单吧 排行榜单第一位 卖什么东西 那可能就是大众心理嘛 大众心理给他推荐过去就可以了 这个就是一个能启动的问题 能启动的问题啊 其实也是 哎呀 满 满费劲的 通常情况下 大部分还是去推荐一个排行榜单 因为他自己去计算出来的这个属性来说啊 太少了 可利用数据少 计算出来的东西不准 推荐不准啊 有可能这个用户比较烦你 他就可能不用这个产品了 最好啊 推荐排行榜单嘛 排行榜单就是来者不拒嘛 大众心理啊 都可以去用的 物品的一个能启动怎么办呢 对于用户能启动 咱们对用户说的一些东西 那物品有时候也是新的呀 物品也是新的 怎么办呢 咱们可以对物品有一些描述 我们可以对物品进行一个文文的分析 三元建模啊 主题模型啊 分析出来当前这个物体 它可能属于哪个类别 属于什么东西的 打标签 推荐榜单 这些啊 都是我们常见的一些策略 也就是说啊 当咱们一个能启动问题来了 我们可以对这个能启动问题 也能产生一些像的措施吗 最简单的 推荐排行榜单 不就可以了吗 我们来对比一下吧 就是说基于用户的 和基于物品的一个 接通过滤来说 各自的有缺点是什么呢 首先基于用户的 基于用户的 使用场合比较少吧 因为我们用户太多了 基于物品呢 用户场合大吧 因为咱们计算的 并不是那么大 然后它的领域来说呀 基于用户的 就是说 我们可以要求啊 它的一个时效性的一个 时效性可能稍微高一些 然后呢 这块啊 就是我们可以说 物品更丰富一些 在这里就是 一会儿咱们可以对比一下 就是关于时效性的一个问题 时效性啊 就是说 这个时效性 当咱们基于用户去做的时候 我们可以把这个时效性做的 就是因为用户来说是什么 物品它是死的吧 物品是不会变的 但是用户是可变的呀 对于一个可变的东西来说 我们可能更大程度上追求的是一个时效的原理吧 所以说在这里啊 我们可能要追 要追求一个时效性 基于用户的 可能主要重点是在于这个时效 因为咱们的一个 因为啊 咱们的一个基于用户的 它用户会变嘛 我们也可以在用户上做一个时效性 冷启动啊 刚给大家说过了啊 咱们基于用户的 还有基于物品的 都会有这样一个 冷启动的一个问题 推荐的一个理由啊 推荐的一个理由 我们也可以这个到时候就自己去想吧 推荐理由 其实也不需要解释推荐理由嘛 推荐的推荐了 也不需要有那么多理由的 这个咱们先不去管这个东西 然后呢 咱们来说一下 就是基于用户的和基于物品的 都都是应用在什么样的场景啊 刚才基于用户的 就是说我拖了一个东西 有一个实时性吧 所以说基于用户的 我们可以给它更广泛的 做成这样一个实时的 比如说一些实时的新闻的推荐 实时的一些突发情况 可能来说啊 你关注的都是一些当前的热点 关注一些实时的新闻 有了这样一个实时的新闻之后啊 然后你又看了一下 然后又想看一下 其他跟这个实时类似的 那是不是我们要做一个实时的推荐啊 实时的推荐 你用一个理线的一个表单 就是理线的一个计算好的东西 就没办法去做了吧 所以说基于用户的推荐 我们通常跟他是 把这样一个新闻 还有突发情况 是相挂钩在一起的 这个是我们基于用户的一个推荐 然后啊 还有基于物品的一个推荐 基于物品的一个推荐 就是说 这个因为广了 就是咱们常见的一些东西 图书啊 电子商务啊 电影啊 美团啊 大众点评啊 比如说现在这个点 现在这个点 我又要去 那个饿了吗 就是或者是 咱们那个 植物宝上去点外卖了 点外卖的时候啊 其实 其实一般情况下 我是不看推荐的 他也会给我推荐一些东西啊 就是附近的一些商家 然后打折的 打折的有很多啊 都是买25减24的 我这边好几个啊 然后昨天我看了几个 都是买25减24的 他可能啊 就是跟这个商家做一些活动嘛 那商家可能优先去推荐他吧 可能看我之前 我因为我订的一些外卖 可能看我订黄焖鸡米饭比较多 然后经常就 我一上来 就告诉我 这个黄焖鸡米饭 又满多少减多少了 老给我推荐这个东西 所以说基于物品的推荐啊 他还是用的蛮广的 图书啊 电子商务啊 电影啊 美团啊点评啊 基本上你能想到的 大部分都是跟这个物品推荐 是相挂钩的 那么这个啊 就是先给大家讲了 在推荐系统当中啊 第一个比较重要的模型 咱们有一个协同过滤 这样算法 在协同过滤当中呢 有两种 一个是基于用户的 一个是基于物品的 咱们现在还没有讲 就是怎么样去衡量 一个模型好坏 之后啊 等咱们讲完那个 英语域模型啊 咱们再来一起进行一个评估 哦 然后